我们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因为那个内容也比较多 也比较重要 好 我们请那个科代表 带我们做一个 那个开始的祷告 老师科代表他生病了 然后我带他做祷告吧 好的 所以说我们来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 今天晚上一同来聚集 说就是保守我们这些 已经上线的同学 所以保守我们网络的畅通 保守张团老师他的身体 说我们真的能够在听的 和讲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都能够得着 求助你恩典来 呼比我们 保守那些为人上线的 让他们能够通过这种各种方式 能够进到我们当中 谢谢主 带领一下时间 奉行是一路圣明祷告 阿们 阿们 好 因为 今天呢 那个很特殊 我们为了那个 照顾 尼格迪姆的讲员 我们把尼格迪姆的时间呢 从明天早上 改到了 实际上就是明天的零点 就是我们等会儿的12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过程呢 我就担心我们两个小时讲不完 而且呢 今天呢 我觉得 又很重要 又很重要 这个和那个前一次我们那个打酱油啊 这些讲什么 这样那样那个 藏传佛教啊 什么那些不一样 这个呢 确实是一个 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个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呢 如果说我们讲不完 我们到了11点 我们就那个 打开那边的房间 我们就大家又转移到那边去 我们就继续讲完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也讨论 那个半小时就等那个 大家进那个房间 好不好啊 愿意的就那个 当然对我们这个 墨尔本的人来说呢 是时间比较晚了 现在我们已经 12点 现在我们是9点半 我们等会儿 我们就要到12点的样子了 那么 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就是我们说的 它不像上一节课那样轻松 我也请了那个 好几个研究这个 中国文化的老师 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 你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严谨老师 我天天推荐他的那个 年金的那个给大家 就严谨老师也在 然后呢 那个有一个法学教授 国内的我们就不讲了 国内的一个就不讲名字了 我们这样的话就保护大家的安全 有个法学教授也在 然后呢 有一个 那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 他也在 他是那个美国蓝皮书的作者 代表中国去做那个的 他上一次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打酱油的那个 他都认为好 我说那么就让他今天来看看我们正式的课 是肯定比他们那个中国社科院的那些课要高级的太多了 所以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机构的一些朋友 我们也请他们一起来参加 我们就 不一一的那个 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我们呢 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课是比较重要的呢 因为啊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这个和讲新儒家的这个复兴运动啊 就相当于我们就说的是这个国学的这个运动啊 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那个宗教的内容 也不是在讲他的那个情况的简介 而是我们在向他们宣战 我们是宣告征战 以及征战的对象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要明白呢 对于新儒家的复兴运动啊 这个不是思想之争 也不是宗教竞争 我们是在和执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争战 甚至是在以阻挡神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征战 因此 我今天呢 我准备了从三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角度 官家黄魂汤 第二个角度是儒家兴奋纪 第三个角度 现代义和团 那么官家黄魂汤呢 是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需求 和儒家的软体动物寄生从事的生成方式 我们来认识这场运动 那么也就是以国学热为标识的新儒家复兴运动的 它的土壤是什么 它的时机是什么 这个是从执政党的执政方向 这个上面来认识 第二个 儒家兴奋纪 它是从儒家内部的诉求来认识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为什么同样是新儒家 台港以及海外 走的是新性儒学的路线 而大陆走的是公养学 及政治儒学的路线 我今天在下午和那个言行姊妹商量的时候 就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还说到当他认为的有一些 我不认为是那个儒家里边的代表人物 或者我们再往下面我们会谈到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儒家 台港他们走的是新性儒学路线 就是新儒家的路线 大陆的新儒家却走的是公养学的路线 公养学是一个政治儒学 走的是这样一个路线 好 这个我们主要是要区分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那么第三个呢 就讲的是现代义和团 我们都知道 义和团啊 他本身是一个由最高的执政领导 然后中层的士绅 知识分子 以及下层的民众 组成的这样一个反基督教 抵抗基督教的一个运动 那么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恰好就是就像当年的义和团 所以说我们说它是现代义和团 它是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 而且包含不但包含底层民众 还包含了大量我们基督教内的 一些牧者学者和一些神学家 都在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站台 他们为什么会去这样站台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三个方向来 讨论今天的话题 就是官家义和团 儒家的这个兴奋剂 以及现代义和团 好 官家还魂汤 好 那么我们首先讲 第一个官家还魂汤 好 为什么是还魂汤 在以前的公开过程中 我讲个一个观点 可能呢 那个有的同学呢 没有参加过那个公开过程中 所以我就在这里简单的重复一下 我辅述一下 这是在公开过程中 不是在我们这个研究班上面提出来的 那么我认为我们当下的信仰维基 它首先是一个执政集团的维基 是一个执政集团的思想维基 是他们丧失了指导思想 这个维基 首先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 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开始没有一个自国的方略 这样就开始的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政治学的常识 构成一个国家的政权合法性 有三大基础 第一是意识形态合法性 第二是程序合法性 第三是绩效合法性 这种画风 这种可以参考赵炳心 他的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这样一篇文章 赵炳心是一个旅美的教授 很有思想 那么我们今天呢 实际上我们只是涉及到一条 就是意识形态合法性 程序合法性啊 绩效合法性啊 这些我们都不讲它 我们只讲意识形态合法性 那么意识形态合法性 我们怎样来理解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朝代 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不管是儒家的礼教 法家的法治 黄老无为 还是外儒内乏 都一定有一个宣明的指导思想 作为执政纲理 即使是我们是蛮族如亲的 如主中国的时代 同样也会如此 因为这些蛮族啊 他如主中国以后 他很快就会 如主中国 则中国之 他就是用你的办法来治理 以夷治夷 那么 入千年来 所有朝代的核心价值观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再剧烈的改革 改朝换代 他都立不开 君权神授的正统 和三纲五常的道统 哪怕是以打破了 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 来建立的中华民国 他也发生过皇帝伏批 这样的正统闹剧 和长期的执政党领袖独裁 他倉导的三民主义 也没有完全的离开 这个传统的所谓的 这个三纲五常的道统 因为这个 所谓国父 深中山 他就自己就这样解释过 他就说 我们的这个三民主义啊 他不是那个 列宁的那些昭伯 他是我们中国 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 所保有的 治国平天下的 这种理想 他这样说 那么 我们大陆现在有个新儒家的人物 叫秋风 这个秋风呢 他也这样说 他说 中华民国的宪法 表面上是 现代意识形态的规范 那么 他其实呢 他也不构成 对我们这个传统的 道统的消减 他恰好 就是在首富和扩展 我们的 姚舜宇汤文武周孔 的道统 五院志 就是深中山先生所坚持的 这个道统 这个 这个我就不详细的解释 他这个话了 这样的话 就他们大家都认为 不管是学者也好 还是实际的当权者也好 他们都认为 我们的民 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 用现代国家的观念 来建立的国家 而是用 中国的传统的 这个治国理念 来建立的国家 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这个政权呢 很特殊 这个政权 第一 他自己 他是一个靠外来的 卢布建立的政权 他是一个卢布政权 所以 他是一社会主义国际 大家庭中间的一员 所以 当时呢 就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 就叫做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呢 当年我们学习的那个红宝书 那个毛主席语录 第一 第一段第一句 开篇就是这样一句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纲领 这个纲领呢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 那个 重要 这里边呢 就提出了一个 是一个 领导的核心力量 就是正统 就是中国共产党 那么 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么 你们大家看 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次 在五千年 中国的历史上 第一次 成为 什么 成为了国家的自过方略 成为了我们的 这个 指导思想 理论基础 好 那么 这两句话呢 也被写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 他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观 成为了一个新的正统和道统 那么我们看哈 这应该说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个反传统的 这是中国的所有离朝离代的执政集团 几千年以来 第一次试图用一个外来的思想来和传统彻底的决裂 因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的思想 他这样就要和传统彻底的决裂 曾经 元旦 他也曾经 他因为他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 打进来 他也准备要和我们的那个 这个传统国列 他这个元啊 元就是开始的意思 元就开始 他就准备说 那我们就那个开始一个新的 那个一种机制吧 就这种 但是 兴趣的他们就发现这个不行 这个不可能 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华文化的这种影响下 这不可能 于是他们马上就把开元的这个元呢 就改成是 那个 在那个 艺术里面的那种牌位啊 元生 力争 这种元是排的第一的 这种意思 就把它排 就放到了 中国文化的里边 这样去 那种 而且呢 他们有很多的很多的那种巧妙的就是营活中国的这种 那种方法 所以 清代更不用说 清代的实际上他完全是利用汉人在治理那个他们的朝政 所以这个这个历史上啊只有共产党是真正的准备和这个传统文化彻底的决裂的 当然这里边呢 我们 我们不管他就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转身 用一种 他们所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来接管中国 那么其实呢 这只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大家庭里边的这种儿皇帝 他们的策略 而不是治国的方略 虽然他举的很高 他就举的这样 但是他是 我们那时候毛泽东还是儿皇帝 还被斯大林 他都自己都称斯大林是父亲 就被那个 我们中国还没有资格去自我选择自己的那个 然后呢 所以 他呢是用这样来作为一个策略去进入到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里边去的一个策略 而不是一个治国的方略 具体所做的是什么呢 还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一套 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 还是我们就当了一个新的皇帝 所以他们在引进的这个外来价值观的方面 他们就使用了一种我们现在做中层药制剂的这种方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西药啊 原来我们的西药很管用的这些西药啊 他因为 他已经定价了 他定价了以后来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定价很低 这些药厂啊 他要赚钱 他就不愿意卖那种 有效的西药 但是他中药呢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没有什么疗效的 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在这个中药里边加西药 西药里边加中药 加了一个什么硫磺解毒啊 这个什么那种 这样子一个名词 然后就把它提高十倍二十倍的价钱 这种就是这种中层药制剂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当时的选择 这个指导思想的这种方法 那么 我们呢 当然他他要选择 他就会选择一个和中国文化的立场 品性性质各方面都比较相似的品种 所以他们引进的仍然是人的文化里边的最坏的一种人文化 就是马列主义 他们以我们的传统的帝王文化并无本质的差别 文艺的差别就是把使用书名说从文言文换成了德文 俄文 仅仅如此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儒家 这个时候的儒家他们的状态是什么呢 有一个研究那个中国儒家的一个外国人叫列文生 他写过一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这本书 他就这样描述当时的儒家 他说是地质为儒学官僚体制提供了环境 而地质在19世纪遭到打击 在1912年宣告崩溃已经只是一种残留的意念 在民国体制下儒家思想也成了遗疾 帝制与儒家对在许多世纪和朝代中结成的相互猜忌的伴侣 他们相互拉扯下垮掉了 当儒家思想丧失了他的体制内容以后 思想的延续也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个逐渐沉默的伟大传统 已经准备向人间告别 你看他这样描述儒家已经被打倒了 同学们还比较年轻还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确实是儒家已经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什么生气了 确实就像那个列文生描述的这样子 因为儒家呢 失去了龙根文明的生成土壤 失去了科举制以及中法制这两大的组织基础 科举制和中法制是一种血缘关系的维系 科举制是一种文官制度的选拔 这样的话这两大基础都被破坏了 那么更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啊 他毕竟是现代文明是近代文明的产物 地球村环境下面呢 党国统治他也不容许再像皇帝制度那样 肆无忌惮的反人民反文明啊 当然现在已经有一点这种啊 不能像那样反人民反文明啊 儒家已经不能够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 提供实意的思想资源 儒学已经不是一种公共的国家性质的指导原则 2000年以来就是从汉代以来就是说 读董仲书那个 读真乳俗 汉武帝读真乳俗以来 这个儒家呢 第一次在中国失去了道统的地位 我们看他我们把它是放到一种国家的那个政权结构里面来看的啊 他就失去了道统的地位 成为了非制度文化和非主流文化 你看这个非制度文化就是他不是官方的文化 就是非主流文化就是他不是主流的文化 这两样就是导致了他是一种 一种残诚的文化垃圾 我们说 儒家呀 他不是被武士打倒的 也不是被文革扫除的 他实际上就是被我们的这这两重的这种社会发展自然给淘汰掉的啊 这就是因为儒家呢 就是他是一种软体动物的生成方式 所以这个皮脂不成毛浆腌 他就失去了他的衣服的那个那个躯体 然后呢 儒家呢他就没有办法成活啊 这个等会儿我们讲到儒家的那个性质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到他的那个 我们都讲了 中药里边呢 有一种还魂汤 我们讲这个还魂汤 我们讲中那个他是 这个官家的还魂汤 就是这个还魂汤呢 他是在那个千金坊里边呢 有这样一种一个方子 就是这个方子说呢 人死了要到赖河桥了 那时候都能够把他救回来 这样一个方子 所以说叫做还魂汤 那么我们的官家的还魂汤 是如何产生的呢 是共产主义运动 在世界的失败 相当于是什么呀 相当于 不是儒家的还魂汤有疗效 而是共产主义的这个 这个康庄大道 这个桥断了 这个路断了 这个奈何桥断了 所以这个 当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全世界的实验 溃败以后 中国的这个执政的集团呢 3000年来第一次没有了指导思想 我们讲每一个朝代他都有他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3000年来第一次没有指导思想 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发生了危机 这就是我们讲三重危机里面的第一重危机 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 就是这样发生了 那么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呢 他就不得不修正立场 我们来看哈 他从放之四海而接准 这个马列主义到摸着石头过火 从一个坚定的站成一个东西到去找石头过火 这就是转了一个30度的弯 然后这是第一代 从邓小平开始起这种大家都知道他的摆猫黑猫就是摸着石头过火的这种那个理念 那么到第二代 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到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然后再到三个代表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三个代表是我们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是三 是先进生产尼的代表是什么什么的代表是这种 这样的话他就他就等于是宣布了共产党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执政党 而是一个全民党 代表全部人的那个利益的党 就是这样他从执政党的这个位置 这个又又改了又转了30度的弯 好 然后呢 从 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再到从科学社会主义到这个科学发展观 这个是第三代 胡锦涛的那个阶段 还是转了30度弯 这30度弯啊 他是一种那个策略的选择 他不是党的性质的选择 也不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种选择 科学发展观 他实际上就是没有科学的发展观 啊 这种 那么我们看 这个他就转了90度弯了 每一次转了三次 第一次 邓小平时代转了30度 到了那个 江泽民时代转了30度 到了福锦涛时代 又转了30度 转了90度弯了 那么从国际到国内 从大同到小康 从理想到现实 我们的这个执政党的执政方向 他就发生了90度的大转弯 啊 之所以我们说他是90度 就在于 改革开放是照搬 他没有原创啊 他是照搬没有原创 他是改革开放给别人来 那种三个代表 他虽然是执政党的性质改变 但是呢 他没有涉及到国家性质的改变 啊 那么科学发展观 那个时代 已经是 政令不除中南海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说他只是90度的转弯 那么在这样90度的转弯下面 原来引进的这种指导思想 他已经不再能够指导发展 啊 因为原来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前面说了一下 他不是一个那个 一个开国的那个 举国的 那个 战略 而是一个谋略 他是一个谋略 他是 对讲给那个 呃 斯大林他们看的 所以 这个 这个 我们的 到这个时候为止 我们看得出来 我们用于离国的 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的这种 意识形态合法性 他就成了问题了 在这个 进退时据中 我们看执政党的这种修正 看得出来执政党 他极其的不自信 因此 那个 从邓小平的不争论 不争论就是一种不自信的东西 才叫不争论 到江泽民的实在的闷声 打大财 闷声 不要说 只管做 那个到福锦涛时代 空对空的科学发展观 这个以后我 我对福锦涛的这个 我还可以给大家说 多一点 因为 我的那个一个同学就是 福曼的主任和 福锦涛 最近的一个人 我还比较知道这个 那么 我们整体来看 这三个朝代 这三个时代 基本上都是消归潮水 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时代了 中国呢 他在经济上 已经是 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时刻出现的 国民性全民性的这种 爆发的心态 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 在蚂蚁看来的是巨婴 在皇帝眼里就是巨人 于是 我们这个执政方向就发生了 180度的大转弯 这180度就是彻底的转过来了 彻底的转过来 这个彻底的一转 怎么转到呢 比如说 打造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的这种天下观 油然升起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那个新左派的作者 作家都在推这个天下观 为世界指明方向 提供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中国方案 成为了我们执政当局的诉求 朝共制度 皇帝朝共制度 实际上就是皇帝制度的一种伏辟 这种 为了 统治 寻找可以替代的 可以替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那个内力主义的这种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 他几乎是赤裸裸的放去了马列的外装 回到了他的一句话 叫什么哈 叫文化自信 你们大家经常在那个我们的媒体上看见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从什么来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看 这个习习总书记呢 他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 必然走自己的路 如果不从远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来认识中国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 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这是他的一段话 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哪有什么中国特色 教育引导国王那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通过交流研讨的方式 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今生的中华文明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 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 这就是习近平的原话 我们完完全全引用的他的原话 那么这样的话 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导向 执政党的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 明确的提出 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 用于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为什么有基督教中国化呀 什么什么这些 这就是大背景 那么2035年 这是已经明确的提出来的一个时间表 这个 我们呢 注意到有一个现象 就是 所有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呢 原来的这种共产主义国家 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他垮台以后 他基本上都是退回到 民族主义国家 啊 我们 这样来看哈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肯定是邪恶的 但是相比起来说呢 共产主义呢 他比这种皇帝文化呢 他还是不一样 因为他是一种普世性的 他以观念作为内部的凝聚力 比如说我们共产主义 那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的 核心价值观 那么大家就要共同捍卫这个核心价值观 就是这样子 那么 民族主义国家呢 他是区域性的 他是以民族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文化作为 凝聚力 这样的话 他就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非常恶性的竞争 甚至是战争 我们看 海海 大一统 你如果说你用那个 共产主义的这种观点 没有办法解释 俄乌 你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战争 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宗教战争 实际上他仍然是 他们这两兄弟家的一些 民族主义的一个纷争 就是以史玛利和他们的那个 以撒他们的这种那种纠纷 我们现在很多的历史现象 很多的这种现实政治 实际上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个脉络 就是共产主义国家 推回到民族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脉络里面去 这个呢 我们今天不展开 12号的时候呢 我会 要和那个刘鹏老师 还有刘金林 他们有一个对话 那个时候我会展开来说这个理论 那么 我们在前面 来说到 中共建政的中西药理论 就是 当西药不再治病 国际共产主义 那个 这个运动 不再给中国共产党 给我们的政权 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那么中药自然就是不选之选 这就是那个习近平的文化自信 这就是不选之选 他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大家都在选 都是要退回到民族主义里面去 从政治上理解 民族主义是一个社会学的名词 人类学的名词 从政治上来理解就是爱国主义 这个这些他都是一个同意 反复的一个词 那么 就是说当国将不国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国将不国之学 就是这个是那个李林就 嘲弄这个国学的这个话 就是说是国将不国之学 李林先生嘲弄的这句话 理所当然就成为了执政党的不二番门 那么中国的执政集团 他需要一个理论来支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并急乱投一的执政党 毫不在意这副千年老中药 是否已经过了保值期 而儒家呢 他们在国家制上 领袖制上 就是皇权制上 领袖制上 以及文化专制 这样三个方向的核心理念上 以执政党高度一致 我们注意 国家制上 我们都知道 没有国哪有家 什么什么这个大家 你们 你会很深 领袖制上 皇帝说了 就中国的这个只有军臣关系 他没有什么那个 契约关系也没有什么 宪政关系也没有这种 就是军臣关系 一个人说了算 一个人说今天我们要 要把那个 大家不能出门 把病毒要憋死 明天全部放开 就是一个人他要发疯 全国人就要发疯 就是这么一个事 然后呢 还有文化专制 文化专制呢 大家这个不用解释了 你们现在正在 遭受到的这种就是文化专制 那么在这样一些核心的观念上 儒家呢和执政党高度一致 最主要的是 儒家的传统里面 他有一种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呢 他具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和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这个 这样的 三个的天道历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之源 这个呢就是 蒋庆一个政治主学的代表人物 蒋庆的 呃 他的 他的话 啊 那个 颜行老师说 蒋庆是 等而下之 不是的 蒋庆才 在我们后面会说到他 蒋庆 他的说法 他说 这个是 王道政治具有 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这就是天文合一 所谓的 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这就是道统 人民心意的合法性 就是 天心等于民心 这个 这种 所以就是天道历史民意 这样的三重合法性之源 以我们的执政党 标榜的 宇宙真理 历史的选择 和人民的选择 你看 是不是完完全全可以 会 会通到一起去 啊 宇宙真理 和我们的 这个 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和我们的历史的选择 你看我们说 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 他不是 我们怎么说 他就是个历史的选择 然后呢 人民心意的合法性 他是人民的选择 嗯 他是人民的选择 你看 这三个方向 实际上 儒家 和 这个 执政党 是高度一致 他能够解释 执政党的 合法性问题 啊 而且 对 儒家的 圣王 崇拜 这一个传统 以 执政党的人民领袖 啊 他可以 相互的 互相的去 对 对食 能够解释 执政党的信仰预计问题 儒家的 崇州的 小康目标 三代的大同目标 可以直接 转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和共产主义社会 你看 目标高度一致 阶段性也高度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 历史的经验 告诉统治者 儒家 几千年来 他都是专制政权忠实的 副位者 从未充当过 事实上的盗版派 所以 在神权政治的 政权合法性 这个 神子 这个共产主义的神子 被执政党自己否定以后 继而 又发现了 西方 民权政治的 盛阅 比如说这个 宪政选举制度 是道不同 是我们说 他是邪路 于是 中国执政集团 他迅速的 从反传统 转身为 反回传统 一个是 反对传统 转身为 反回传统 红星其林于 被自己 亲手打倒在地的孔老夫子 走回到军权神兽 天人合一老路上来 好 我们看 这个时候 鲁家 鲁家 还是不是 那个 那个 外国人 所说的 呃 那个 那个情况呢 鲁家这个时候 完成了 三级跳 从 垃圾堆 到 博物馆 再到 参事时 他已经 登入了 那个 政权的内部了 他是 已经是 参事时了 鲁家人物呢 从 批斗对象 到 边缘人物 到 帝王 师 他 现在已经是 帝王师了 这个时候呢 已经准备 向人间告别的主学 已经 不但是 一门 学派 他 上升到 治国方略 和政治道路 所谓 国学的称谓 便是 他 地位形象的表述 这个 我们说他这个 国学国学 就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学 那就是 就是 他的政治型 地位的 这个政治形象的 这个表述 我 曾经讲了几次闲话 那个 我就说 有的同学听过 有的同学没听过 我讲了闲话 就是 我说我们的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领袖啊 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和爱好 毛泽东 喜欢法家 他就 就 我们那时候就 呃 批 就 批 批孔 啊 那个 永伐 邓小平呢 喜欢 兵家 所以说 管他 白猫黑猫 谁胜了就是好猫 那么江泽民呢 喜欢福教 那 在江泽民时代 有一个现象 就是 那一个时代 所修的 所修建的 中国的大佛 各个三明山的这个大佛 是三千年历史上来的 总和都赶不到的 那么多 啊 那么 胡锦涛呢 他 比较清 清善于我们的基督教 啊 这种 那么 以 这个 前面的这些不一样 习近平呢 他对 乳家 比较有 清净好感 啊 但是 他对像 余英石啊 这样的 呃 有格局 又有自省的这种大佛呢 呃 不感冒 因为呢 余英石呢 他本身就是 呃 反对专制的 啊 这个 他就 把一些那个 呃 权辱 俘辱 狂辱 啊 捧为做上兵 他还作为 中央党校的校长的时候 他就聘请了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新辱家的带头大哥 这个蒋庆 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 啊 啊 去做报告 给那些高官 高级领导做报告 蒋庆去那里 打一个座 就给 这些讲 儒家拔用 哇 大家那个 听到那个 习近平带头鼓掌 啊 这个 他们觉得很受用 这个就是 要要来那个 这个 就看得出来啊 那个时候 你想 蒋庆是一个 呃 民间的 那个 呃 一个学者 呃 在在山林里边的一个 学者 那个时候 同一时期啊 他把那个一些 教授马列主义的学者 给他开除了 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 这个 这个执政长也是不喜欢的 呃 这个 把那些马列主义的教授开除了 然后呢 他们 就把在山林里去把这个 呃 隐退的这个退休的 讲庆 找到庙堂里边去 给他们讲授 这个 这个 儒家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 一个 说明一个 倾向啊 那么 习近平呢 有很多 关于那个 儒家的 呃 言说呢 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 这个大家都可以在那个 任何一个媒体 任何一个报纸上去看到 啊 他呢 这样呢 就是在这种习近平的这种 后下边 那么中国中央的政治局就先后举办 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这样的集体学习 学习 乳家文化 这 大家 可能大家年轻了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 首次 首次 学习 乳家的文化 传统文化 因为 政治局有个学习制度 每 每一个月要学习一次 就 学习了很多次 乳家的文化 这种 我们看 习近平的他的治国治党的非常多的这个 呃 思想都是从乳家里面拿来的 比如说 他从严治党的这个思想武器 就是宋明女学的诚心正义啊 就是这样的 他这里面的他有很多自己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一一的说了 呃 他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 这个 是 是什么呢 嗯 不忘的初心 牢记的使命 是什么 他就是 要 把这个 呃 中华传统文化 变为一个 治国方略 啊 于是 在 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院办公厅 就 发了 共同发了一个文件 就是 关于实施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这样一个 以 儒家学说 为传统文化名义 就这样正式升格为官方 推举的国家战略啊 啊 嗯 那么 尚有所好就下鼻圣烟 我们这种国家就是这样子 于是呢 国学热 儿童读经热 还有孔子学院热 政治儒学热 县政儒学热 等等等等 就 李方唱把我登场了 就大家就 就就就就出来了 那么儒商协会 吕德班 企业国学班 民间书院 就由 犹如雨后春省啊 甚至 连一些包小脚 配英婚 以二来小弥为名的多妻智 等变相的 这种变态的现象 也借着民俗传统 借尸还魂 啊 我们看 有一个非常刺激 我们的 有 有 有一个报道 就是这两个报道是同时的 就是说 数年以前 有一个报道 就是 当地有好多个贫困的母亲啊 杀 一平米 总建筑面积 八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平米的 中国国学中心 投入使用 啊 各地 也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 这种 这种中心 辱教的中心 我们贵州 有一个非常奢侈豪华的孔学堂 这种 这种 离非聚之的国家工程 他说明了什么呢 有一个 比较有良知的一个教授 这个 雷宇 他就解读到 他解读的这段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我把它原文 把它抄在这里 他说 增强民族 凝聚力 国家文化安全的话语系统 这种将国学 传统文化编码识别 如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 同时显现出国家权力 以学俗文化间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 反映出国家权力 对传统文化的控制和利用 另一方面 反映出国家权力 对传统文化的需要 甚至越来越医众 你看他在这个讲话 讲得非常的全面 那么 我仅仅数了一下 2017年 那么 那一年 仅仅是在官方组织的 这种忌恐活动 就公开报道的 就有 50个城市 在这种公开的忌恐活动 那么这个到了2021年2月14日 中办和国办又联合下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又给了一个印指标 提前呢 是在2025年前 全面复兴传统文化 你看 本来是2035年 现在2025年了 又提前了 提前10年了 马上我们就 再等两年 我们就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了 以后穿西装可能都违法了 虽然 没有说明全面复兴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和程度 虽然没有明确我们复兴的标准是复兴到汉呢 是到唐呢 还是到清呢 这些传统 但是呢 现在 比如说我们看 去除这个英文标识 下调英文教育为选修课 教廷RAP 将忠孝拿入教育 然后用乳服取代博士服等等等等 这些都在现代进行时里边 甚至我们看见 有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合作教授 非无知文化遗产的保护专家 这个许诗林 他还强烈的建议 在中国应当恢复民贵官制度 人民群动会见国家官员 活着政要的时候 要行贵败之礼 好 我们又重新回到贵败之礼的那个年代 好 这个是我们说 这是辱是从官家的 国安家的黄魂汤 来说 我们看 国安家的黄魂汤 就是说他为什么 马列祖一不行了 他就选择这一步一步的就选择到儒家 最后定这个定到儒家把它拔高到国学 然后变成一个国家战略 变成自国方略 这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到这样子 来 那么 这是从执政党的这个那个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的 然后我们反过头来 我们用来看 我们用来看儒家兴奋记 我们从儒家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当年呢 有一帧孔子的树像 有9.5米高 象征九五之尊 九五之尊就是说帝王的那个那个规格 这个这种 这个树像 他曾经被安放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都知道天安门广场 对中国人来说 它是一个政治的广场 所有的诉求都放在那里 国家的也放在那里 游行啊 这个 毛泽东纪念堂啊 什么都在那里 人民大会堂啊 开会啊 这些都在那里 天安门的阅兵啊 这些在那里 然后呢 民间呢 要抗议也在那里 法轮功啊 要抗议也在那里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在那里 他是一个政治广场 那个广场呢 如果说他放进了这个 孔子的这个树像 他标志什么 他就标志 要全社会来认同他 好 就这样子 嗯 那么 这个 这个树像 放了几天以后 反响非常大 啊 就反对的声音很大 然后呢 悄悄的 又把它拆掉了 就拆掉了 那个 放到那个 雕塑公园里面去了 嗯 大家现在还去可以看得到 那个树像 那么当时呢 有 两个行为 一个是 季皇帝 一个是季孔子 这两个行为 被当做了 国家的行为 国家的理议 理议 我们不要讲说 我们的反对律法啊 这个理议 这种作为国家理议的话 他实际上 就像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那个 呃 他的一个 一个 道德选择也好 一个 一个 价值观选择也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 既皇帝 既孔子 他把他 变成了 推展为 国家的行为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嗯 我们都知道 这个 儒家 他就是 他 他儒家实际上 他只对那个 呃 他的那个 战略 就叫做 德军行道 呃 儒家呢 从来都是 按 皇帝的 眼神来 行事的啊 他 叫做 德军行道 那么 就是他 首先 他要得到 那个 君的肯定 君要听 他的话 他 他的这个 呃 所有的这些 这个方略 才能够 卖个帝王家 啊 所以 这个 儒家呢 嗯 就是这样一种 依附 权贵 生成的 这种 软体动物啊 啊 他们呢 历史上 从来都是这样子 他被他 他和其他的那个 完全不一样 他和 比如说 呃 和佛教不一样 和道教不一样 和基督教更不一样 呃 这种 他就 就是要依靠 依附于那个 呃 这个 这个 国家 的 正体 这种 就是道统要依附 正统 这一点 因为 原来我们讲公开课的时候 我们反复强调告 因为这个问题很很庞大很复杂 我们就今天不讲了 那么 他们呢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软体动物的这种寄生动物的这种性格啊 啊 这就决定了他们 好 就要去 比赴 那个 呃 这个 习近平呢 他们就 比赴 习近平 为汉武帝 他们寄希望于 福古更化 那 于是 他们就 一反 新性传统 高举 公羊大旗 谋求充当帝王师 这 我们就等会儿 我们会说到 新性传统和公羊大旗 他有什么差异啊 他们谋求当帝王师 这个 有一个善于揣摩上意著称的这个潘维教授 这个潘维教授啊 他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把这句话是实际上就说到习近平的心坎里去的 他就说应当从中华政体持续两千年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中寻找我们的经验 原因是中国政治是在不变中求变化的中华的政治体制或者中华政体根子没有变主干也没有变 不仅是三十年没变六十没有六十年没有变而且是两千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个政体的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啊 他把这句话就递给了习总书记去了啊 你看我们就是我们要办就就要用我们两千年都不变的最有底应的这个这个 中华文明来那个作为我们的治国方略 那么习近平呢到徐富走了一趟 那个以淫源干尽来知名的这个许家路 他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啊 他马上他就说哎呀这个徐富之行啊和邓小平的蓝群讲话 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的蓝群讲话解决了经济领域的信资信社的问题 习近平的徐富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里面的信孔还是信马的对立问题 你看他把信孔信马本来他说这个对立问题他把它解决了 他说习近平这样一走就解决了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深合相协调来建立起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价值观 用强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来支撑来推进下一步的全面改革开放 你看这两个那么我们来说这两个都好在人家还是本身就是居庙堂之高的嘛 这个人家许家路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嘛 这种那么处交付之远的儒家人士于东海 这个他本来就是一个淡泊那个名利的这样的一个儒家 他这个时候也就欢欣古语啊 他说了习近平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 颇有儒味 特别是五四青年节和纪念孔子诞生2565年的两次讲话 充满对乳学的推崇将乳学毅力引入到核心价值观 将中华文化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在共产领导人中是空前的 我说过习近平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 好的不能再好了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 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 好 这是儒家 这个你说这个聚庙堂之高的 他他是为了饭碗 他说这个话 这种处江湖之远的这个于东海 他也这样说这个话 好 这个呢 有些研究 这个 乳学的这个专家呢 他们好像表面上是中理 但是呢 他的这种话里面也看得出来 他们是实际上是在给那个职任党递 递 递枕头了 你要睡觉我给你递枕头了 他就说这个方尼克 方可利 方可利 他是社科院里面研究 那个乳学的 他就讲 他说呢 他说 马魂中体西用 还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中纲 你看他说马魂马克思主义的魂中体 就是这个本质 西用 西是用拿来用的东西 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中纲 他的这个话 有一个 我们都知道那个新那个那个 这个甘阳呢 就是新左派的这个甘阳 啊 在这在甘阳呢 在国际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他就用公养学的通三筒 啊 这种方式 通三筒呢就是一种 那种 我们原来讲过那个武德宗史说 啊 就是我们讲那个武德宗史 那那那种 这时候讲过 哎 然后这个通三筒呢 他实际上是公养学里面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一种方式 他就他呢 他就把他 把 有教传统 毛泽东时代的传统 和邓小平时代的传统 这个三筒 哎 他把他捅捅起来 他说 哎 孔夫子的传统 毛泽东的传统 邓小平的传统 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 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里边的连续的筒 套用 中国供养学的一个说法 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筒 啊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在儒学界和在那个国际的那个上面是影响蛮大的他的这个话 他指出他就说在中国未来的道路啊需要发掘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呢 这个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儒家的深刻内涵 他就认为我们的这个这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那个远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文明的源头河水中 他把这个放到 嗯 那么 当然儒家人物更是这样子了 呃 大家都知道那个儒家石教授之一 就是反对那个呃 在那个渠父 带头反对那个建教堂的那个陈明 呃 他有一个儒家的刊物 这个 他也是通三筒 他他的三筒呢 他就是他是说是党国就是党在国上全力集中于一党之手的这样的新党国 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讲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切 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 在中国命梦的理论体系里面如果还有党国论那么他也已经有所改进有所升级已经是以人民 以民主以国家为基本概念的2.0版本了啊 他就又把习大大捧到了比邓小平还要高的一个等级上面是2.0版本啊 他已经不是一个呃 中国梦呢 已经是一个以人民以民主以国家为基本概念的2.0版本啊 那么 他说习大大更上层楼讲中国梦 讲中华文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人民的幸福就是执政党的目标和责任 升级的地方就是要对外真独立的任务完成以后 建国大连完成以后 救国 救国党成为执政党 人民的幸福成为权力使用的目的 所以在中国梦的理论体系里面 如果还有党国论 那么他已经是有所改进的有所升级 我们看得出来啊 还有呢 就像以那个当年的这个 呃 董仲书 他在他的天人三测 天人三测 得到那个汉武帝重用以后 他得尽 得尽尽的提出要独争辱俗 一样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个康小光 因为康小光他是一个党类的人士啊 很那个 他就就提出来 要用渴望又可及的 儒家宪政 渴望又可及的儒家宪政 他要提倡政治精英 垄断政治权力的 辱氏共同体专政 要用辱氏共同体专政 他要提出来政治精英 垄断政治权力的 辱氏共同体专政 他认为 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 权威主义政府 具有政治合法性 这以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 使命就是建立 儒家文化领导权 为建立 儒家宪政创造 经济和文化的条件 因此呢 他提出要辱化共产党 他如何来辱化共产党呢 他就是说 就是要 要活平演变 要双反齐下 再上层辱化共产党 再基层辱化社会 首先要辱化中共 用恐懵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 党校还是要保留 但教学内容要改变 把四书五经 列为笔修课 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 活格才能上任 公务院考试要加世辱学 要有意识的在儒家学统 以正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 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 有一天 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 共产党就变成了儒式共同体 仁政就实现了 这就是他的黄粱美梦 这就是他的儒家的这个梦 那么我们还看 有一个秋风 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这个名字 他原来是一个自由主义 郑云里边的一个干将 后来就回归到新儒家里边去了 他来鼓吹宪政儒学 他提出的是什么呢 他提出正统反对道统的结果是 政治至联众持续 乃至于无法运转 价值文化经济社会政治 无不险入的结局 上个世纪中期至今 中国全部问题之总根源 是正在于正统以道统的对立 那么因此要怎么办呢 要以宪法来扩展文明为己任 必须顺服道统 首付道统 这是宪法最深层次的根基 他就提出来这个 他就提出来这个 特地姆的那个地方 去我们去在那里 我们又继续来讲 好不好 我们就把这边我们暂时关闭 我们在那里